我们经常说一个车的驾驶体验如何如何 这个乘坐感受怎么怎么样 那什么叫驾驶体验好呢 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它 我是汽车之间汪淼 今天我也找来了在驾控和乘坐体验上 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车型 长安马自达CX30 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的老朋友 此地无银的王银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驾控体验的事 那一款车在研发之初会定几大核心 那其实这几大核心就包括一个点 真的是一个点叫H点 叫heat point 那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它叫人的这个乘坐基准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部位 就是腿和腰之间的跨骨轴的位置 车辆整体的架构都会根据这个点来布置 车的空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狭小的 它的底盘的高度和车顶的高度 都是在一个设计的一个很固定的空间内 所以要在这个比较固定狭小的空间内 又让这个座椅能适应更多人不同人的身材 就是一个很很有说法的很复杂的事情了 对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在汽车设计的地方呢 就是我通常工程师会找这个 比如总部制的人说我要要个尺寸 不光是那个汽车座椅工程师要尺寸 然后其实跟车的座椅的安全呢 也要要尺寸 那他俩人有时候会冲突 比如说我需要安全 我就需要那个宽度更宽一点 但是呢 如果是搞人机的话 他需要可能的尺寸更小一点 越小越好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 它不叫玄学 就是要相互人家平衡的事儿 我们知道座椅里边都会发泡材料 它这个座椅从支撑到软硬 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就是说在真正运动起来的时候 它的底部的材料能支撑到我 但是平时坐着又不像那么帮帮硬 对 它是一个比较均衡的 而且它的座椅 整体这个覆盖面来说 是一个全真皮的 还是一个非常可圈可点的一个因素 对 因为有的车它会说 根据成本来考量的话 可能是这块中间是真皮的 旁边可能是人工合成材料 对 里头有一个地方 你们要注意到 它的安全带的底扣上面 对 安全带固定在座椅上的 对 车座上 一般的车 很多车都会固定在壁柱的内侧 在壁柱上 没错 这个就废工 你装配的时候废工 放到壁柱上比较简单 上点下点 然后这边拉过来 在座边留一个座椅往上一放就行了 但是这个就是你在总装的时候 这废工 你得把它装进去 所以它会有这么一个好 当然你在说在寄安全带的时候 这座椅往前挪 这安全带会更贴合人 它会减少安全带拉出的量 没错 比如说我们身体比较矮的身材的话 它会往前走 这样的话 你就会顿出好几截来 如果是固定点在这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一下就扣上了 没错 而且对腹部的压力也还好一点 然后如果看那座椅的话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好多人不是特别的注意 就是座椅的后部的包袱 就是咱们一般的后部包袱 现在为了座椅型 因为好多是外踩的第三方给的 它后面包袱 它就不电发泡了 一般是用一个PV板子 然后有些稍微讲究点 里头有什么麻纤维板 然后用PVC包袱的 总之它后面是硬的 好处就是这座椅看起来很漂亮 就是你从外面一看 这个感受不错 坏处就是后排的腿部空间 就不有好 不有好 如果你腿很硬 所以现在我们也远程 听一听马自达的官方 是怎么说的 各位马自达的粉丝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马自达理想加速的开发故事 为了让驾驶者 能在最放松的环境下进行驾驶 马自达的工程师 也是历经了十多年的潜心研究 不断探寻最佳的解决方案 实现在如同失踪环境下的 无压力驾驶 那么如何去定义理想价值 有两个核心词 第一个是放松 第二个是视野 放松是指能在放松的状态下 对车辆进行精准 及时的操作 同时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也不容易产生疲惫 第二是视野 是指通过理想价值 减少视觉的盲区 在市区以及高速路的驾驶环境下 也能够获得最佳的视野 好的 下面咱们来聊一聊 值得一提的 马自达全新的人体工学座椅 在售的新一代车型上面 基于全新的充施蓝天车辆构造技术 我们对人体工学座椅 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革新 马自达全新的人体工学座椅 也伸长了很多黑科技 首先在座椅的结构方面 马自达的工程师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也发现通过支撑腰椎 可以使我们的骨盆自然直立 从而让脊椎保持一个 自然的S型的曲线 让驾驶者能获得 更好的理想价值 即使在长时间的驾驶的环境下 也不容易产生疲劳感 那么在座椅的材质方面 田中采用了高密度聚氨值的材质 它的质地柔软 缓冲理好 可以对身体的各个部位 进行良好的支撑 使座椅和身体的贴合度 也非常的高 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座椅设计 无论在过弯 加速以及减速的驾驶场景下 都可以让驾驶者 保持身体的自然平衡 听闻马兹达负责人的讲解 我们可以聊一聊 汽车上另一个看不见的技术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台白车身 这就是CS30的白车身 很多朋友看到它 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性安全 其实车辆安全 是不是仅限于碰撞长计 其实不是 可以这么说 这个车停在这 我们坐在一个静止的车里 这个安全问题就已经产生了 对 它那个安全 碰撞安全 其实是安全最后一步 叫被动安全 对 它之前有主动安全 主动安全我们现在老 把它归纳到 就像什么防碰撞 包括一些什么驾驶辅助 这些其实是现在后加的 真正主动安全 就是你不发生碰撞 我尽量避免 发生碰撞这种状态 那是怎么样尽量避免呢 那你就包括其他的一些 像比如说我在操作过程中 我有更好的视野 更好的获得危险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渠道 所以对于传统的 主动安全那时候 它更关注一件事 就是视野 对 其实说到视野 其实这就是一种 以人为本的设计 对 那坐在车里 环绕一周 四个面 然后包括两个镜子 都是一个能保证 让你看到周围所有物体的 一个基本的要素 那刚才我开这个车的感觉 其实就是它的 机器盖的角度是非常低的 虽然它这个车型造型 是比较修长 比较运动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车的侧玻璃的高度 并不是很高 是挺细窄的一个造型 但是坐在里边 并不觉得是坐在一个笼子的感觉 它可以看到 左侧的一米的高度 都是比较清晰的 对 它前方档视野确实不错 它们整个这个结构的车 原来车鼻子都拉长了 对 它跟它设计有关系 它拉长了 但是我坐在车里的时候 我实际上看那个车 这个前面的发动机照的话 我不是特别能看到 对 那实际上就是说 感觉到你真正的视野会比较宽 对 它没挡你 对 那么那我觉得 它可能做了一些设计 它做了一些 比如说那个封档的位置的位移 它可能是往后移了 对 是移了吧 没错 这个上次我还拿尺的凉过 凉过 新的CX5 CX5 对 它的机盖比原来长了三公分 长了三公分 对 等于它不是说把车头夹长了 对 而是把A柱的下边的点往后移了三公分 OK 对 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是从造型比例上更和谐 车头长代表着一种姿态 那第二呢 就是说 在我也翻了这个马自达的相关的工程的材料 他们有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他们通过封档玻璃向后移 然后减少了中控台上面这个面积的长度 也就是减少了中控台向封档玻璃上的反光的情况 它有一个HUD的设计 但是HUD并没有因为它掏了一个洞 而在玻璃上有更多的边框的反光 这个确实是还不错的一种 对 而且它的A柱的这个遮挡的角度也还好 对 国标有标准 但是呢 这肯定是符合国标准的 它比那高标准做的 你要说往后退的话 你想原来一个是更流线型的玻璃 如果你往后退的话 它会翘的会更大一点 那么就整个的迎空面会大一点 然后这样你的眼睛看到的视线会更大 那么它对于那种特别流线的 要样的车型来说 对视线也是有帮助的 对 国标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A柱遮挡的区域不能大于6度 对 那么A柱呢 刚才说到那A柱那6度 然后为了能够让视线能更好 但是也同时说明了 A柱的设计其实很难的 就是A柱 非常纠结这话题 对 又得细 又不能挡视线 对 又得强 因为它不管是正碰 还是说顶压测试 都会考验A柱的强度和支撑的 对 所以这个车我看了一下那结构 包括我看了一下他们之间给提供这些材料 里头的高强度刚使用比例是比原来的提高了 它原来是20%到提高到30% 就是原来是780% 提高到980% 提高到980% 那个是从20%提高到30% 全钢车身 它不是钢铝的 是全钢车身的 对 所以这车呢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他给的这个结构图 包括白车身的结构和用材 那我们一直说呢 就是安全性的最主要的还是几个点 一个是白车身里头的 第一个是结构 结构 第二个是材料 很多人说这个碰撞的时候呢 就是跟材料的那个强度是指多少 其实这不重要 它不重要也重要 就是它是一部分 但是真正说你要看这个车安全不安全的话 它是一个总体设计 它不光是某一个地方强 或者某一个地方做机能 它要整体来做设计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从概念上来说的 那这个车我们看了一下 它的整个整体的钢材的用量 钢材的这个高强动钢 超高强动钢 包括如果成心钢的用量 现在比例是比较高了很多的 对 高了不少 而且它的加强钢 我们从这个车身也可以看到 它在前后的防撞梁 以及B柱 还有说前边的这个A柱下侧的部位 都是用了非常高的 应该是 热成金刚 对 热成金刚达到最高 达到1800兆帕的这么一个强度了 对 它这个是不太常见的 这个我觉得跟它的策略有关系 一般热成金刚用在B柱上是肯定的 但是它B柱在内部也加强 外部B柱是热成金刚 那么内部在B柱的下部 也用了一个热成金刚 然后等于做了一个加强 另外一个就是前后防撞梁用热成金刚 这个比较少见 现在那就意味着这个车前后特别硬 如果真是把它拆了去做硬力测试的时候 人家它可能会顶不动 对 它顶不动 而且我看来结构也很粗 就是材料本身的这种趋务强度比较高 同时本身给的截面和给的结构也比较强 所以前后特别强 但是光前后强 可能应对低速碰撞的时候它会有优势 但是它如何应对那种高速的或者能量比较大的碰撞 它必须有稀能的地方 你看到那结构了吗 看到它的稀能区就是集中在了纵梁上了 其实 对 完全集中在纵梁上 对 它纵梁现在我们能看到 一道是主纵梁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一字板安装梁 在上面那道安装梁 然后它那辅助带 因为它这车上没带 所以我没看那个辅助带 那么它在主纵梁上面做了弱化 就是上面有弱化线 然后做了一些导向式设计 就是咱们碰撞的时候这个地方要稀能 但是它里头的重量也是做了弱化 所以它给了一个稀能的一个范围 但是顶到了那个A柱 A力柱上面 它又用了高前路缸 那时候用的是一个1100兆帕的超高前路缸 所以它等于是稀能地方给你设计到了 然后前面很硬 中间稀能 然后后面也很硬 就在前部碰撞的时候 这个跟结构有关系 我觉得跟它的车的整体的尺寸有关系 因为有些车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它可能用的 比如我前面的防撞梁不需要设计那么强 然后但是我有些结构我设计强一点 但是这个因为它本身车不是一个很大尺寸的车 它把前面设计的防撞梁很硬 中间的新能结构它做了一些处理 然后在A力柱上又做了很强的加强 然后是这样一个想法 包括它的壁柱上面 壁柱上面也跟普通的结构不太一样 普通结构的话 一般壁柱的话 一般是上面加强 下面做弱化 对 它刚才我也看了 它下面反正是一个很高的 大概是一米左右的一个加强 对 比上面还硬 这个设计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特殊的 我觉得跟它坐姿的设置有关系 它应该是个低坐姿 因为你知道一个SUV的时候 在碰撞的时候 它让壁柱的下部稍微软一点 然后弱化一点 然后它上面不能动 但它因为本身是高坐姿 你里头那个 咱们刚才说的H点 那个宽 就是宽关节 跨骨头那个地方 它高一点 让它尽量离着门边 门内颜要远 所以它下面软一点 上面硬一点 让它不会侵入到你这个宽关节 这个地方是最好不要碰的 这个地方是很 实际上是对于人体上很重要 很致命的一个 对 这个宽 宽骨头 宽关节的骨折 被称作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就是一旦这块骨折了 很难治 也很难康复 康复完了之后的 这个运动机能也会受受损失 所以它这个壁柱上面 一般是这样设立 但它不一样 它跟它的坐姿有关系 它坐姿相对来说比较低 是一个偏向于驾驶的坐姿 所以它把底下的壁柱的下部 进行加强 所以能看出来 它的设置上 有自己的考量 就整个安全策略上的 那其实从这个设计的点来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对于驾乘本身 这个理念的一个执着 对 它这些安全性 都是围绕着 我核心要设计的 那个坐姿来去搭配的 包括安全性 对 那马自达工程师呢 为这次为我们也带来了 这个钢性材料的展具 那么现在来看看他们的解释 大家好 我是来自查安马自达 汽车研发中心的董基武 刚才媒体老师呢 介绍了查安马自达 全新的第七世代 轻量化高钢性 创始蓝天车身 这里呢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金钢铁骨直升 是如何练成的 这个1号钢板呢 为普通钢板 这个轻轻一掰的话 就很容易折弯的 然后我们这个2号钢板 和3号钢板 分别为440兆帕 和590兆帕的高强钢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也可以掰弯 然后这个4号的钢板的话 是780兆帕的先进 高强钢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掰弯不是怎么容易 然后这个5号钢板和6号钢板 7号钢板 分别为980兆帕 1180兆帕和1310兆帕的超强钢 这些钢板的话 掰弯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这个是7号钢板 1310兆帕的超强钢 几乎是温室不动的 我们的A柱加强键呢 正是使用了这种1310兆帕的超强钢 除了A柱加强键之外的 我们的前门脚帘加强键 比包括座椅横梁 都是使用了这种1310兆帕的超强钢 这些超强钢零件呢 我们都是采取了冷冲压成型工艺 这在全球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我们第七世代车身呢 采用了大量的超强钢零件 总占比的话是超过了30% 除了980到1310兆帕的冷冲压成型零件之外呢 我们还使用了1500兆帕和1800兆帕的热成型零件 比如车门防撞梁 也包括车身前后的防撞梁 还有B柱加强键 其中这个B柱加强键热成型零件呢 我们是采取了水直冷工艺 所谓的水直冷工艺呢 就是热成型零件在热冲压成型的过程中 水直接喷噬到零件的表面 我们的目的是零件快速的冷却 以便使零件内部的奥式体快速转变为马式体 以确保零件各个部位强度达到图纸的要求 这种工艺同样在全球也找不到第二家 除了超强钢以及超牛的工艺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密集 我们的车身结构在上一代直线化流线化 多环状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迭代 同时呢 我们的车身还导入了全球首创的阻尼减针胶和阻尼减针结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阻尼减针胶和阻尼减针结呢 我们特意切割了一台白车身 这个是B柱和顶盖连接处的减针结 大家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就是阻尼减针胶 过去呢为了提升车子的刚性呢 一直是一个震动的 常规采用的是这种增加加强键或增加板后的方法 但这种方式的话会增加车重 同时也增加消费者购车和用车的成本 因此呢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同样能够控制震动的阻尼特性因素上 我们创新研发导入了阻尼减针胶和阻尼减针结 在全车30多处的话 我们徒步了阻尼减针胶 并且设置了10多处的阻尼减针结 这样的话既提升了车身的整体的刚性 同时的话通过阻尼减针胶 把车身的震动的能量吸收 转化为热能散去 这样会使车子更加的静谧减少了噪音 看完了工程师的讲解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 怎么打造优秀的驾程体验这个话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话题 那其实抛开了今天没有提到的 动力总成和传动系统的搭配 就光这个视野座椅和车身这点事 其实就是一个能决定你在这个车里是不是有足够的最基本的驾程体验了 您说的没错 确实每个企业它都有一个自己核心的要点 它的其他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 甭管是安全性 甭管是舒适性 甭管是尺寸的匹配 座椅的布置都是围绕这个 在马车里上的我们能看得很清楚 它最终其实是要围绕自己的架控 对 架控人马合一这种理念 对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细节也是 甚至它连车身的这个钢型都是围绕着这个去匹配设计 对 这个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聊这里 然后更多的汽车技术也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 那王老师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能架控一下吗 回去您开是吧 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 您试试 对调舒服了 太好了 好 那咱们一拳 好嘞好嘞 在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马斯达的设计美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